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鲜蛋黄炒到起泡香气四溢 要注意控制那个往后太大会变焦 太小就没办法起泡 接着把炸好的虾轻轻裹上金沙 只一颗颗的虾球立刻穿上华丽外衣 分量实在的还有这道 中卷先炸过吃起来才会香 接着最佳配角姜 别小看它 怎么料理可有没个 要切成姜条才不易焦掉 更有口感 一起跟葱 辣椒入锅炒 这道炒中卷吃起来外酥内香 搭配姜条一起入口 不只吞去腥味 还能勾起中卷的原始甜味 老板说这样吃才是最对味 这个超Q就是香料的味 想品尝招牌料理还有这道麻油腰花 黑麻油加上米酒爆香 再用老姜大火快炒 腰花色泽油亮 不只脆口还很耍脆 能做出这一手好菜老板胡庆忠 竟然是无师自通 菜桌有时候会脱目 给你怎么炒 怎么炒这样 结果我开始天亮自己去研修 就这样炒 好吃吗 好吃就这样 71岁的胡庆忠年轻时是个厨师 但交了坏朋友走上不归路 经营赌场为生 周旋在黑白两道之间 尽管日进斗金 但江湖前来得快 去得也快 原来小影打都这样 我负责没有关系 你赌没有关系 上面要抓你我会挡 我们在卖命 人家在后面那么轻松拿我们的钱 所以我们想开以后 还是做规规机器的生命 加上为了小孩教育 胡庆忠决定离开屏东 到台北开店做小生意 只是开店前半年不堪亏损 受不了诱惑 还是走了回头路 经历过年 去回去赌国赌到青年 我赚了一些钱再上来 后来为了孩子 胡庆忠喜心隔面远离堵桌 专心经营餐厅 走过人生跌宕起伏 他做出来的料理就像他的个性一样 台派霸气诚意十足 我来到小环境 我的费赌 然后来到小环境